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副面具出现在别人眼前 但在一样东西面前 不管是谁都会摘掉伪衫面具 露出本来面目 这是某辩试台为了刺激收视率 举办的一场真人秀节目 经历三轮游戏的胜利者将获得奖金100亿元 不过游戏有些另类 主题是以欺诈为主 要想获胜就不能相信任何人 可总计40名参赛者都是主办方 精挑细选出来的老实善良之人 选拔方式很奇特 在挑战选手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巨组人员请来一位可怜的老太太 在路边求助 当有好心人身处援助之首时 老太太会借故将手提袋留给他们 名主多情就是众多好心人之一 他哭等老太太许久未过 最后在朋友的提醒下 决定打开手提袋看看 当多情翻开上层的衣物后 整个人都惊呆了 原来底下装满了一叠叠大个钞票 多情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 好不容易镇定下来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提袋搬回家里 仔细清点完总计五一元 他的内心无比矛盾 他冷冷的回了去没钱 想不到对方也没为难多情 居然和他一起吃起早餐来 因为小强知道 还是学生的多情根本没什么偿还能力 欠下的巨款也都是他不靠谱的父亲所借 现在父亲跑路了 只好找到女儿头上 虽然现在的多情生活很结局 可他最后还是决定将钱交给警局 小强无意中知道这时候 气得破口大骂 一直知道警局门口质问多情 难道你不想闲鱼翻身吗 有了这笔钱不但可以还清债务 还能随心所欲的买许多东西 可此时的多情坚定无比 如果他这样做了 将会一辈子良心难安 小强也不是纯粹的坏人 最终被多情受动 松开了紧握袋子的双手 就在这时 袋子里传来手机声声 多情连忙接气 谁知道是节目居足打来的 恭喜多情通过考验成为参赛者 此时大量拍摄人员也冲了过来 多情则是不可思议的傻站在原地 不知如何是好 当他知道接下来要参加的游戏 是以气炸为主时 善良传谱的多情打起了退堂鼓 居然也参加了欺诈游戏 更加巧合的是第一轮游戏中 无老和多情这对师生被分到同一组 他打算故意输给多情 到时候两人在评跟第一轮游戏的奖金 多情最终被无老说动 站上了节目舞台 主持人很快开始宣布第一轮比赛规则 这是一场奖金为五一韩元的游戏 参赛者两人一组 每人都将获得五一韩元作为游戏笔 在未来的七天内 参赛者的想尽办法 拿到对手的游戏笔 除了使用暴力 其他任何方式不限 偷也好 骗也行 甚至可以对赌 最后拥有游戏地数量最多的一方获胜 同时主持人很不忘提醒 民主多情签完游戏合约后 便开始清点钞票数量 随后被告知游戏地都有固定的编码 这是为了防止参赛者用其他钞票作弊 多情把钱带回家后 立马询问游戏对手无老该怎么办 对方建议得将双方的钱放到安全的地方才行 到时候他会当场人输 拿到奖金后一人二点五一 对老师深信不疑的多情 第二天就带着钱来到银行 和无老一起将二人的游戏币存入银行金库中 事后无老还把金库钥匙交给多情保管 让他在游戏结束前 对着镜头打开金库就算赢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 多情整个人都放松下来 想到马上就可以还清债务 于是狠下心来替父亲买下一套高档媳妇 当他还在沾沾自喜不可自拔时 忽然收到节目组发来的短信 提示多情手上的游戏币变为灵远 这下他彻底傻眼 节目组此时在给观众做着解释 原来金库里存放的游戏币 已经不属于多情了 根据银行规定 仅仅拥有要是并不能打开金库门 得金库登记者 也就是无老到场才行 他知道真相后立马去找无老 可对方却故意避而不见 真相已经不言而喻 多情被无老骗了 他想不明白自己最为敬重的老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更想不通这种人是如何通过筛选 获得比赛资格的 于是多情再次跑过去想问得明白 这战人小强从电视中知道多情的遭遇 连忙跑过来找他 称自己有办法反白为胜 这道给了多情一丝希望 原来小强所谓的办法就是请高人出山 他在监狱中认识一个天才骗子谎言大人 通过小强的描述 多情渐渐明白 他口中的高人到底有多厉害 仔细看 这个穿蓝色球服的男人 正在审问绑架儿童的嫌疑犯 他能通过微表情判断对方是否说谎 出一大堆问题后 不用嫌犯回答 男人就已经得到想要的信息 被绑的孩子藏在位于地下停车场的灰色越野车中 一旁的警官看到后大雷赞赏 这分明就是人公测黄仪 他的名字叫做太宇 是首尔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主公心理行为学 因为将一家公司骗到破产 逼得债权人跳楼身亡 刑警无意间得知太宇的特长 于是经常请他帮忙使门几手的嫌疑犯 今天是太宇行满出狱的日子 女主多情早早来到监狱门口守候 因为他想请对方帮自己赢得欺诈游戏的比赛 太宇在监狱中也有观看这档节目 内心傲娇的他 起初十分看不起多情这种傻白 可随后又逐渐发现多情的某些特质 和自己的母亲很像 太宇母亲就是因为太容易相信别人 最后被骗到走投无路 考虑再三太宇决定还是帮多情一把 并提出两个条件 奖金一人一半 完成这轮游戏就收手 不再参加下轮游戏 多情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 当游戏时间只剩下三天时 从窗户里爬了进来 原来这邪焉都是太宇制造出来的 他想借此机会进来确认一些事情 因为太宇已经猜到 游戏币很有可能就在吴老的家里 因为没有人明知道自己被监视 还寸步不离的守在家里 除非家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吴老还想否认 只见多情提着装游戏币的箱子走了进来 吴老看到后大吃一惊 下意识地往卧室里瞟了一眼 太宇终于确认 游戏币就藏在他家里的卧室中 而曾经经过的两箱游戏币 其实在进入银行之前就被调包了 多情手里的箱子其实是空的 只是为了刺激吴老确认 自己藏的游戏币还在原地 并没有被多情拿到手 此时的吴老也只好承认 不过很快又强势起来 就算你们知道了又能如何 比赛规定不能使用暴力 钱放在这里时都偷不走 想不到太宇却却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 临走前表示影响到获胜的妙招了 这话一出 吓得吴老又给游戏币加了层保险 还时不时看头看看外面的太宇两人 想不到太宇什么都没做 只是将多情的手表把玩了一会儿 接着就下车独自离开了 随后不久 多情身上的比赛方发放的手机响了起来 吴老也同时接到通知 比赛将在明天下午五点整结束 吴老听完感觉胜利就在眼前 几乎是彻夜未免的手在房间里 转眼来到第二天 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吴老激动的全身颤抖起来 而此时的多情却紧张无比 太宇自从昨天走后就一直没再出现 眼看游戏时间就要到了 毫无办法的多情只好再次来到吴老家门口 不停哀求对方回心转移 与一些奖金给自己替父亲还债 可此时的吴老哪里还顾得上这些 他的眼里只有逐渐到点的时间 随着五点的暴时钟声响起 两名黑衣人来到吴老家门口 在得知是剧组回收游戏币的工作人后 吴老热情地将他们请了进来 并主动将现金拿给他们清点 可他慢慢没想到 当时钟走到六点整时 又有两名工作人员来到他家里 吴老有些傻眼了 不是已经来人了吗 就在这时太宇终于现身 同时第一批进门的工作人员也走了出来 并将两厢游戏地交给了多情 原来之前的工作人员是小强带人假猫的 这下就连多情都傻眼了 一旁的吴老非常不愤 游戏结束时间是五点 是真正的剧组人员知道了 谁知对方达到节目组下达的结束时间 是六点并非五点 吴老连忙掏出剧组给的手机确认 这时太宇也掏出来一个同款手机 原来他之前设计着火进入吴老家时 已经偷偷换掉了节目组发给吴老的手机 并伪造节目组给他的新手机 发了一条五点结束游戏的消息 吴老听完后这才恍然大悟 工作人员当场宣布 多情获得游戏并赢得奖金五亿元 在吴老家门口 太宇将多情的手表拨慢了一个小时 告诉他之前为了布局 将多情的手表拨快了一小时 让他在五点的时候误以为六点 已经输掉比赛的假象 只有我要看到他绝望的表情时 才不会起任何疑心 此时的多情彻底呆住了 原来自己也在太宇的算计之中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生气 反而将之前约定的一半奖金递给了太宇 接着便转身提着剩下的钱 朝老吴家里走去 应该是要给可怜老人送爱心了 欺诈游戏的第一轮完美结束 22名选手参加欺诈游戏比赛 获胜奖金总计20亿元 游戏规则很简单 根据问题提交是 或者否的选票 得票数量少的一方 获胜进入下一轮答题 直到剩下一人或者两人获得最终胜利 为了方便理解 主持人先带大家试完一次 首先提出一个问题 你是女人吗 22名选手分别投票完毕 经过统计 回答式的有17名选手 回答否的有5名 根据比赛规则 胜利方位回答否的5名参赛选手 他们将顺利进入下一轮 有些人其实已经看出来了 这个游戏的关键并不是问题的答案 而是怎样让自己站在少数的一方 下面将正式进入比赛环节 机器随机选出 一月选手上台提问 参赛者不用立即投票 接下来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供他们自由发挥 选手们自然不会浪费这个大好机会 谨慎些的会小心翼翼的试探 好放些的干脆蛊惑其他人选择事 可惜很快就被人揭穿他选服的意图 女主多情此时陷入纠结之中 并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操作 他在上一轮比赛中赢得五一奖金后 原本想要放弃比赛的 可他恰好遇到比赛对手被人逼债的场景 最后选择以德抱怨 替他还清了巨额债务 他由于无法支付比赛方的违约金 不得不参加第二轮游戏 多情向新认识的好友静雅提出一个方案 可以和大家一起合作 最后赢得奖金在评分 可静雅立刻反对 现在大家都不信任对方 再怎么合作都无济于事 这时候最强王者太宇走了过来 他现在也是一名正式的参赛者 第一轮游戏中 他只是给多情出谋划策的助理 几乎是以一己之力 帮多情反败为胜 赢得第一轮游戏的胜利 因为他的表现太亮眼 主办方为了增加节目可看性 强力要求太宇作为参赛选手加入 太宇起初是拒绝的 可主办方表示 只要他能获得比赛的最终胜利 就会提供太宇母亲死亡的真相 原先太宇以为 母亲只是被人算计 欠下巨额债务最后走投无路 可他慢慢没想到 举办方居然还查出其中另有引擎 高知商诈骗犯太宇 在这欺诈游戏中简直如鱼得水 很快就找到游戏的漏洞 他告诉多情自己想到一个必胜法 但是需要八人组队才行 他需要多情帮忙和其他参赛选手接触 通过他们的细微表情 太宇对每个人的性格都有个大致判断 接着很快就选出八位队友来 其中就包括多情和他的好友敬价 八人聚集在一间无人的监控之后 太宇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八人小队在接下来的每轮游戏中 评分成两组分别选择不同答案 这样可以确保每轮都会有一个小组胜出 因为参赛人数总计22人 游戏一般不会超过三轮 最后他们小队中肯定会有人站到最后 到时候八人评分比赛奖金 这是最为稳妥的做法 大家纷纷点头赞同 为了确保赢得奖金的人能够分钱 八个人都签了一份指质的合约 接着太宇点名将小队分成两组 一组是太宇所在的四人选择 二组为多情所在的四人选否 为了防止泄密 太宇将所有人的手机设置指纹锁 大家只能接受手机信息 不能主动拨打电话 投票时间开始 所有参赛选手纷纷上前投出手里的答案 最后的统计结果 选择是何否的比分为10比12 按照比赛规则 投票数量少得以防获胜 女主多情所在的四人小组 选择否残造淘汰 男主太宇所在的四人小组选择是 算上其他参赛者总共10人进入下一轮 这时候太宇发现所有淘汰选手并没有半分沮丧 甚至还有人在偷偷使眼色 显然除了太宇八人小队 还有其他人也展开了合作 很快第二轮菜题开始 这次提问者是个带眼镜的小哥 他的问题很奇怪 我就是传说中的背叛者 所谓的背叛者 一直是参赛者之间的一个传闻 据说他是得到取半方支持的人 或不择手段出卖队友 来获得比赛的最终胜利 太宇瞬间猜到这个背叛者也在组局 而且手段更加高明 如果他分别和其他的21名选手组成三个小队 而且能够操控选票 那么这个背叛者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多情有个疑问 这么多人一起合作 到时候每个人分得的奖金将少得可怜 这一点太宇也想到了 他猜测背叛者和其他人签订评分奖金的合约时 可能使用的是假身份 到时候翻脸不认人 就可以一个人独享所有奖金 别忘了背叛者是得到官方支持的 弄个假身份也不算难事 可是要做这个局 必须得22人全部参与进来 也就是说背叛者同样藏身在太宇小队 而且还是小队中获胜的四人之一 很明显背叛者并不是嫌疑最大的眼镜男 而是另有其人 为了把他救出来 太宇让小组中逃开的四人分别盯烧 可惜却一无所获 其他三名获胜的组员并没有和其他人有过接触 那么这个背叛者是如何传递投票信息的呢 太宇已经来不及确认 因为第二轮投票就要开始了 小组成员再次聚集 他们将决定接下来四人的分组情况 就在大家纠结不已时 静雅首先做出选择 看似随意无比的选择是 太宇见状立马表示要跟他一样 剩下的科长和政客只能选择否了 当静雅喝完咖啡后 第二轮投票正式开始 结果很快出来 是合否的比分为4比6 太宇和静雅再次晋级 另外两名胜利者分别是一位女子和眼镜男 一名淘汰的选手混混 一直觉得眼镜男就是背叛者 上去将他猛足一顿 好在最后被工作人员给拖了出去 紧接着第三轮提问者被抽了出来 这次居然是静雅 现在太宇小的只剩下他和静雅了 在自由时间里 除了太宇直接告诉静雅 他在下一轮会选择否以外 其他人没在做任何交流 四人很快投票完毕 主持人逐一宣布结果 第一张投票是眼镜哥的 他选择否 第二个选手也是否 很明显他和眼镜哥都要被淘汰了 第三张投票是静雅的 选择的是 他知道太宇按照之前的商量 选择的也是否 这个女人自觉将要获得游戏胜利 赢得21元奖金 激动的快要哭出来 可他的表情越来越奇怪 到最后居然开始放声大笑 接着摘掉眼镜和假发 此时的他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原来之前的乖乖女模样都是伪装的 他才是传说中的背叛者 正如太宇推测的一样 他的身份是假的 和队友签署分摊奖金的合约并不生效 就在大家气愤不已时 主持人宣布了太宇的投票 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太宇并没有按照约定选择否的投票 因为他早就识破了静雅的假身份 在商量第二轮投票时 静雅选哪边都无所谓的态度 和其他队友的纠结形成鲜明对比 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说明 静雅不注重输赢 或者是他知道自己能操控所有人投票 无论选哪边都能获胜 而且太宇还发现 静雅喝咖啡的动作很奇怪 仔细观察后 确认这就是他和队友传递信息的方式 喝咖啡就代表示 不喝就表示否 静雅虽然被识破破局 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 因为比赛还没有结束 现在投票结果是2比2 需要大家再进行一次打提投票 这次选择提问的是太宇 他的问题很普通 可谁也没想到 他在当场就公布了自己的选择 太宇小队成员很快就发现了这招的高明之处 如果其他三人想要获胜 就必须选择是 可他们都这样选了 反而会让太宇获胜 想要破局的话 这三人必须再次展开合作 静雅承诺 这次一定会用真实身份签订合约 可被静雅骗过一次的二人 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他 眼看自由时间 就在他们三人无休止的争论中度过 几人还没商量出结果 他们最后决定 先让静雅和另一名女子选择是 而眼镜哥和太宇一样选择否 让这局再次打拼 争取多一轮的自由时间来想办法 当三人的选票都有眼镜哥投递完之后 主持人开始公布结果 太宇之前已经表态选择否 静雅和另一名女孩为时 可万万没想到 眼镜哥的投票居然不是否 结果逃无一论 太宇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直到这时 太宇才露出胜利的笑容 原来他早就通过眼镜哥的言行 看出他是个需要被温柔以待的人 最后派出善良的多情 顺利将眼镜哥捞入到自己的队伍中 让他在最后投票的时候改变立场见 这个高智商男人用非凡手段碾压对手 赢得了第二轮欺诈游戏的比赛 获得奖金二十一韩远 随后按照约定 将奖金和另外七名队友评分 其中就有灵阵倒戈的眼镜哥小军 根据游戏规则 只要拿到钱的人 就能晋级下一轮比赛 在上一轮中使用假身份的敬讶 想要独吞所有奖金 最后被太宇识破诡计 可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队友之一 再加上台长的有一篇谈 最终敬讶以假身份的名利分得游戏奖金 顺利获得下一轮比赛资格 这十名赢家拿着钱 意气风发地走出比赛场地 有人欢喜有人忧 那些惨造淘汰的人 将要退回之前得到的所有比赛奖金 其中不少人已经花到大部分 等待他们的僵尸巨额债务 善良的多情又动了侧影之心 被太宇一顿赤字后 才打消了原住的念头 可他心里始终放心不下 意想天开地询问太宇 现在剩下的十个参赛者只要约定好 最后不管谁赢 都将所有奖金评分 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欠债和争斗了 太宇有些嗤之以鼻 大家都得像你这么傻才行 只要有一个人背叛 最后还是互相争斗的场面 可多情还是坚信 他说的方法能让所有人受益 这才是真正的必胜法 可太宇始终对其他人都怀有截心 奉劝多情先管好自己 别再被人控了才是 想不到太宇的担忧很快成为现实 第二天清晨 节目组的主持人江哥找到多情 根据合约内容 像多情这样的超高人气选手 有义务配合节目组做一些官方宣传 多情早知道有这种说法 所以十分卖力地参与各种拍摄 为了表示感谢 江哥特意邀请多情共进晚餐 当得知杯中的红酒价值几千万后 多情握杯子的手都有些颤抖了 就在这时 受到邀请的太宇也赶了过来 他对这种安排十分排斥 上百亿比赛节目的主持人 单独请选手吃饭 这要传出去恐怕会引起轰动吧 江哥立马表示 随后也会请其他选手吃饭的 可太宇始终觉得 这件事并非表面上这么简单 不过他也来不及考虑这些了 原因很简单 击诈游戏新一轮比赛即将开始 持有的游戏金额都归自己所有 这无疑是游戏刺激很多 在保证自己得票数不是最少的前提下 获得更多的游戏奖金才是正解 这次算是复活赛 上一轮比赛的唯一胜利者太宇不用参加 可以直接晋级 少了他的帮助 小白女主多情无疑是压力最大的一个 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必胜法 劝说大家不要竞争 只要约定好让胜利者评分奖金就行 起初大家还是比较赞同的 可现在队伍里多了个敬亚 是个交际花 为了赢得比赛 不惜勾搭主持人 其实这些照片都是主持人将哥 以宣传的名义邀请多情拍摄的 之后再故意送给静雅 作为陷害的道具 目的只是为了增加节目的可开性 要是没这一出 静雅将毫无悬念的出局 这一招果然有用 不仅观众大是所望 连带着其他选手 也对多情无比厌恶 不知不觉就将他孤立起来 多情再如何解释也是无济于事 现在他反而成了最有可能被淘汰的人 就在这时 最亏祸手静雅走了过来 他十分大方的承认 是自己陷害多情的 可这是欺诈游戏 做任何事都不算过分 不过现在还有补救的机会 那就是在接下来十轮投票中 他们两人互相给对方投票 这样他们可以分别获得30票 绝对不会成为票数最低的人 多情听完后觉得十分可行 欣然接受了静雅的提议 第一轮投票开始 多情朝静雅使了的眼色后 毫不犹豫的给他投了3票 可结果一出来 多情愣住了 静雅获得6票 其他人都是3票 唯独多情是0票 原来静雅并没有按照承诺投票给多情 而是和眼镜哥小军约定互相投票 这让他一下获得6票 小白多情这才意识到被耍了 可却毫无办法 接下来两轮投票结束 多情仍然是0票 其他人的票数都在稳步增长 显然他们彼此间也约定了两两互投的协议 而多情只能将自己的票数 平均投给其他人 很快投完六轮 多情的得票数仍然是0 按照这趋势发展下去 他将成为最终淘汰者 在这一轮的休息时间中 郑科长良心发现主动找到多情 输出了静雅的阴谋 原来在第一轮投票之前 其他7人已经想到两两位票的办法 这样大家都可以得到30票 剩下要淘汰的人只能是多情和静雅了 谁知道静雅突然冒出来 表示他和多情联手也会得到30票 可你们这么多人中 静雅只要花一些钱买通其中一人背叛 不投票给搭档 那么对方就会惨遭淘汰 这话一出大家都震惊了 破局的办法 正在现场观看比赛的小强见状 立刻打电话向太宇求助 可万万没想到 太宇现在也是自身难保 只见他整个人都被吊在高空 绳子也被人做了手脚 随时都要锻炼 原来他早就察觉到节目组别有用心 擅着不用比赛的间隙 来到之前那些被淘汰的选手家中 发现有些人居然凭空消失了 可是家中的宠物还在 显然不是正常离开的 可随后太宇就被人敲了闷棍 等他再次醒来时就被吊在空中 好在他凭借过人的胆识 最终化险为一 可他也意识到 这是有心人给自己的一次警告 如果再继续追查下去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当太宇得知多情的糟糕处境后 决定立马前往游戏现场 帮他渡过难关 此时的多情已经绝望 自知毫无胜算的可能 谁知道静雅再次出现 提出想要和他赌一把 如果多情赢了 可以得到静雅一般的票数 避免被淘汰 如果输了 则要分1.5亿元游戏奖金给静雅 先获胜十次 将赢得赌局的最终胜利 另外还有个补充 如果抽出来的还不是背面 那就得放回去重新抽一次 两人很快开始游戏 第一局翻出来的失望 多情赢了 可第二轮翻到的就是背面 接着多情越输越多 转眼已经输了九次 直到最后一轮翻牌 结果还是背面 毫无疑问 多情输掉了赌局 这下他惨了 不仅要输掉游戏 还损失1.5亿韩元 就在傻姑娘不住的爱生探气时 一身摄影师打扮的太宇突然出现 原来他接到小强的求助电话后 第一时间就赶到游戏赛场 随时关掉现场的电闸 成功混了进来 两人悄悄来到没有摄像头的地方 多情开始大到枯水 自己根本不适合参加欺诈游戏 谁知太宇却胸有成竹 现在游戏还没结束 谁输谁引由他射了算 太宇先是识破了静雅 在翻牌游戏中耍得花招 他可以引导多情选择代表光明的王牌 其实从那一刻起 多情已经输了 因为抽卡时出现正面 那就得放进去重新抽 可也只有多情的王牌 会出现这种情况 静雅的双面牌 无论哪边朝上都不用重新选 这样胜负的概率并不是50比50了 多情想要赢的机会 其实只有25% 时局累积下来 多情基本是必输的局面 直到现在他才恍然大悟 显然再次受到不小的打击 太宇见状也是动了真火 承诺要让所有选手知道 欺骗多情的代价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他们的报复时间了 只见多情再次找到静雅 提出还想来一次翻牌对赌游戏 如果多情赢了 就获得静雅一般的选票 也就是12票 如果输了 就给静雅1.5亿韩元 静雅提出 想要赌可以 但多情还得选择王牌 多情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静雅见状 脸上不由露出潮目的神色 起初正如他所料 比分再次大普运先 可当他赢了9局临近胜一时 多情居然连胜几把 直到最后奇迹般的反败为胜 原来这都是泰宇帮多情设计的局 他让多情在双面牌上 做个肉眼看不见 但是可以感觉到的硬痕 这样他在抽取时 就能排除掉双面牌 每次摸出来的都是王牌 即是静雅起义 也只会查看抽出来的王牌 而且之前的优势成功 让静雅掉以情星 即是能够反应过来已经晚了 这场赌局直接导致 第七轮投票结果出现变化 静雅的一半选票被多情迎走 现在他俩再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线 众人见了也大吃一惊 这才想起来已经获得的选票 是可以转移买卖的 可这并不意味着多情有多大优势 因为按照大家的合作协议 多情在接下来还是无法获得任何投票 果然第八轮投票后 多情再次垫底 眼看局势已定 静雅露出自信的笑容 善良的政客长和小郡 也只能投以千亿的目光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 欺诈之王太宇已经出手了 接下来的局势谁都无法日料 只见多情单独找到选手一员 表示要将自己剩下的1.5亿韩元 换取对方的9张投票 这样多情的票数就变成21 静雅算上第九轮和第十轮的得票 最多也只能获得21票 这样多情和静雅就打成平手了 议员想想自己就算少了9票 可十轮过后 得票数不但比静雅多 不会被淘汰 还能白白得到1.5亿元 最终欣然接受 可谁也没想到 当公布第九轮的投票结果时 在座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多情居然获得了75票 原来他不仅仅是从议员手里买了9票 而是和除了静雅外的所有选手都进行了交易 结果就是剩下的其他选手 全都变成了21票 不过静雅有些惊讶 他上轮才15票 算上这轮得到的3票 应该是18票才对 想不到是多情将自己的3票也投给了他 静雅这才明白 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落入了多情的圈套中 不过他很快发现漏洞 多情和其他7位选手交易的话 每人至少1.5亿元 多情哪里能付出这么多钱 于是仔细看了合约 说是在比赛结束之前给钱 主持人也出面解释 如果到时候无法履行合约 多情将会被淘汰出局 并收回所有的游戏奖金 就在大家猜测多情是不是要赖账时 泰宇终于不再隐藏 大步走到台前 泰宇现场放话 想要不被淘汰 那就得找多情卖选票 起初选手们有些不服气 大不了淘汰掉 至少还能保住手上的3亿游戏地 泰宇在一旁提醒他们 如果中途淘汰 就得推回所有游戏奖金 其中的社会哥不服气了 他拿到手的钱时都别想再要回去 泰宇听完后笑了笑 他已经调查过了 上一轮被淘汰的13个人 按规定归还奖金的只有5人 还有5人通过贷款或者高一贷 才好不容易还上 最后剩下3人已经人间蒸发 有人猜测他们是不是逃走了 泰宇觉得可能性很小 因为其中一位叫小敏的失踪女子 他的宠物狗还在家里 这话一出 大家全都毛骨悚然 那3人到底去哪了 律师这时候也发话了 小敏被淘汰后曾经找过自己 他因为已经花光了奖金 实在无法还款 询问律师能不能起诉游戏方 因为这种提前支付奖金的行为 只是单纯的制造话题 在律师答复胜诉的可能性不大后 小敏的电话就一直关机 这下众人更慌了 果然没多久 议员助理和政科长就顶不住压力 找到泰宇和多情 表达了想要购买选票的想法 现在是卖方市场 泰宇直接狮自大开口 一张选票5000万 三张起卖 二人纠结好久 最后还是忍痛支付1.51 购买了3票 一旁的多情有些不忍 可泰宇告诉他 这是背叛者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随着购买的人越来越多 泰宇直接提价 8000万一票 之前已经有人买了 如果剩下的人不买将必数无疑 对于这样的天价 他们也不得不咬牙接受 其中的演员还傻小聪明 以4000万的价格 卖了一票给小君 交易完成才反应过来 自己很有可能成为票数最少的那位了 最后只能舔着脸 花光所有游戏地去找多情买票 最终所有选手都被泰宇祸害了一顿 甚至还有人觉得自己买的票数不够 又跑来二次购买的 虽然选手们还有一轮投票的机会 可之前已经签订了户头协议 无法在这上面动外脑筋了 唯一的变数就在于多情 卖多少票给他们 换句话说 最终水淘汰 多情说了算 很快最后一轮投票完毕 主持人开始公布最终的票数 多情还剩31票位居第一 共同第二位的有7位 得到30票 他们也都可以顺利晋级 只有最后一位得到29票的人才会被淘汰 已经确定获得30票的人欢呼血液不已 现在只剩下静雅和郑科长还不知道票数 看了多情好几次的静雅自知希望不大 难免有些沮丧 使之结果一公布 静雅获得30票 最终淘汰者居然是郑科长 这个男人崩溃了 每天在公司加班到深夜 没时间娱乐 没时间陪家人 因为母亲重病住院 他去医院看望耽误了加班 最后被公司无情辞退 现在好不容易走到欺诈游戏第三轮 可最终还是被眼前这位善良女孩淘汰 谁说男儿有为不轻谈 是会对他太不公平了 就在这时多情站了出来 当所有人都选择背叛时 只有郑科长过来好心提醒 他之所以选择淘汰郑科长 下下是想回报他 这轮游戏他赚了很多奖金 决定拿出一部分 帮郑科长还清 因为母亲致病欠下的所有债务 以后的生活中 他也能心无旁骛地照顾家人 这时候主持人宣布 多情总计赢得奖金27亿 除去替郑科长补齐债务所需的7亿 还剩下20亿 多情此时又做出一个惊人决定 他准备将剩下的钱评分给场上的选手 这样也能弥补他们在游戏中的损失 众人听完后不由大吃一惊 想不通多情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过了好一会儿 多情才说出心中想法 这个节目真的只有互相欺骗吗 他始终坚信人与人之间 可以彼此信任结成合作的 郑科长感触最大 十分懊悔之前和大家一起欺骗多情的行为 其他选手听完后也是面露愧疚之色 最终第三轮欺诈游戏圆满结束 三天的假期让所有人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 他与带着多情来到他母亲的公墓 再次想起母亲名中前说过的话 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 真的有错吗 同样的话 在他与初约后的第一时间 也从多情口中听到 这也是他不求回报的支持多情的原因 三天过去 第四轮欺诈游戏即将开始 主持人姜哥详细地介绍了比赛规则 总共九名选手将进行三场选举 每次选出的国王 具有分配游戏奖金和指定淘汰者的权限 游戏的第一步是在24小时之内 由参赛选手选出用来竞选国王的候选者 前提条件是候选者必须是参赛选手以外的人 选手们瞬间明白 候选者应该由最亲密的人担当 这样不但能分得大量游戏奖金 还可以避免选手被淘汰 多情建议大家合作 共同挑选一个候选者就行了 可这想法是太天真了 这局属于拉票式比赛 议员最有优势 太宇很快都察觉出 他想要自己找候选人搭档的想法 另外自私的靖雅肯定也不会甘心和大家评分好处 剩下的太宇和多情六人还算团结 决定共同推选出一位候选人 最后太宇建议让追债人小强来担当此人 议员果然选择单飞 找来了他的上级普议员 多年的选举拉票经验 可以让他在这场游戏中占据很大优势 就在这时靖雅站了出来 表示他也要选择一位候选人 大家有些不解 现场也没别人了 他要选择谁 只见靖雅静止走到主持人旁边 表示要选的人就是他 现场所有的人 包括主持人自己都傻眼了 这都可以吗 其实这也是节目组 为了吸引眼球故意设置的 尤其是对主持人姜哥 早就看不顺眼的台长 认为这样一来 不但给太宇制造一个强劲对手 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夺 姜哥主持人的职责 不过靖雅确实是个狠角色 这边和台长达成协议 转眼间又和姜哥密谋起来 让姜哥这个主持人来参加游戏 大部分选手都是反对的 想不到太宇却一反常态的支持 在他看来 作为游戏策划者的姜哥 一定还有更深层次的阴谋 与其这样让他高高在上的看着 不如将他拉下来一起比一比 不过其他人不能理解这种想法 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小同盟 再次土崩瓦解 善良的多情自然不会放任不管 主动跑上去解释 可惜大家都不买账 相信多情可以 但是对诈骗犯太宇那是一百个不放心 就这样原主持人将哥变成国王候选人 主持工作由电视台开场赞贷 欺诈游戏第四轮比赛正式开始 参赛的九名选手作为选民 从三名候选人中选出国王 和现实生活中的一样 候选人在投票之前 可以向选民做出承诺 内容就是怎么分钱给大家 说白了就是用实际好处来拉票 总计三轮投票 每轮获得票数最高者成为国王 当选者必须按照之前的承诺 分类选民游戏奖金 以及指定逃退者 第二轮的国王 可以指定逃退一名不支持自己的选手 第三轮的国王 可以指定逃退任意两名选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候选人在三轮竞选中 将有一次机会做出假的承诺 也就是说当选国王后 可以不必遵守承诺 这游戏中的奖金 是每块价值一千万的金币 金币分为两部分 每位选手有一亿金币 存在个人金库中 而只有国王才能靠近 并支配的国库中 存有九亿金币 这是用来兑现承诺的 太宇很快发现这轮游戏的关键 就是候选人如何利用真假承诺 让选民觉得能从中获得最大收益 从而投出手中宝贵的选票 多情在一旁总结 无非就是让选民产生信任感 太宇对此深表赞同 并制定了行动方案 让小强在第一轮选举中 就用掉假承诺 那么选民就会相信 后面两轮承诺必然是真的 很快第一轮拉票开始 首位上场的候选人是蒲一元 他这次选择的是真承诺 二号候选者小强上场 谨慎地按下真假案件后 开始做出承诺 而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觉得是假承诺 因为国库里总共才九一 三号候选人江哥的承诺 很有意思 三位候选人承诺完毕后 将开始进行舆论调查环节 选民按下的红黄栏 分别代表支持的三位候选人 如果选择白色则表示中立 接下来三位候选者 可以根据调查结果 对选民进行游说 不过需要支付一定的游说费给对方 选手中除了多情和太语明确支持小强 静雅支持江哥和这对议员外 其他人都选择了中立 他们无非是想代价而顾 获得更多好处 太语组合明显是要放弃第一轮 因为大家都看出来了小强的假承诺 自然不会投票给他 江哥这边则派出静雅找人单独游说 每次需要支付一千万 只有蒲一元这边手笔最大 将所有选民聚集起来 进行团体游说 这将要支付五千万元 为了增强效果 害怕善于妖言祸中的巫女拉来帮腔 当他念到完毕后 投票正式开始 所有选民都走进小帐篷中间好选票 然后投进票箱中 结果让人意外 小强领票 江哥获得7票成为本轮国王 现在只有他有资格打开国库开始结算承诺 从每位支持他的选民中 拿走一翼冲入国库 接着将国库中的所有金币返还给他们 如果他之前选择的是真承诺 给他投票的人将能分到两亿奖金 接下来将有国王在不支持他的选民中 指定淘汰者 他与何多行为了防止被淘汰 这一轮他们也是选的江哥 这由给补议员投票的巫女和议员助力 面临淘汰的风险 最终喜欢脚舌头的巫女被江哥淘汰 剩下的选手都迫不及待地打开个人金库查看奖金 结果大事所望 因为江哥的这次承诺是假的 支持者们一分钱都没得到 还白白损失一亿金币 机制超群的江哥到底有什么打算 他难道不知道这样做 或在接下来两轮投票中陷入被动 事情绝对没这么简单 肯定还有不为人知的后 很快第二轮竞选开始 首先是三位候选者开始拉票 第一位上场的候选者补议员承诺 他将收取给他投票的选民每人一元 然后再加上国库中的所有钱分给选民 这和上一轮中江哥的承诺一样 难免遭受众人的鄙视 第二位上场的小强很实在 承诺将会把国库里的所有钱分给他的支持者 最后是江哥 他的承诺再次出人意料 如果只分给三个人 那么支持他的选民至少获得六亿以上 最后他又补充 在接下来的名义调查中 之前选择中立的选民 最先支持他的前三位同样可以获得 这话一出静雅坐不住了 因为他早就选择支持江哥 所以是分不到承诺中的六亿元的 中立者们听完后 毫不犹豫地在名义调查中选择了江哥 剩下的小军反应慢了一步 发现已经有三个人选择了江哥 他只好再次选择中立 这下女主多情慌了 江哥又来了三位支持者 再算上铁杆支持者静雅 那么他就能获得四票 胜券在握了 因为现在总共也只剩下八位选民 不过太宇并不慌张 他发现静雅这次并没有支持江哥 而是选择了中立 原来他还在为江哥 不准备分钱给自己而耿耿于怀 选择支持江哥的三人 原本以为可以问操胜券的 想不到静雅居然选择背叛 这下也有些慌了 江哥立马安排律师去警告静雅 背叛他的下场将会很惨 可静雅根本不把威胁到回事 反而提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 如果自己和他们三人联手组成同盟 那么将会变成影响选举胜负的关键 到时候就能得到更为丰厚的报酬 多情这边也没闲着 凭着和小军的身后交情 终于成功将他拉入到自己的队伍中 溥仪元虽然没脑子 但他会把握机会 立刻上去和静雅之组新生势力谈判 最终答应对方提出的条件 那就是剩下两轮的报酬分配和指定淘汰者 非常担心社会哥会叛变 居然用想到一个投机取巧的方法 只见新组合剩下的三人和议员助理投完票后 立马将填选票的小帐篷围了起来 其他人根本进不去 主持人提醒其他选民不能使用暴力闯入 这下多情彻底慌了神 居然还能这样操作 溥仪元则在一旁得意洋洋 已经开始幻想竞选成功的场景了 出乎一药的是 他最想要逃他的人 居然是刚刚违规的社会哥 因为排除掉这个不稳定因素 在之后的第三轮投票中 拥有四名支持者的他还是本营的局面 社会哥听完后不由不然大怒 可拿他却毫无办法 不过这时候泰宇站出来 静止走到演员面前 抬起了一只手掌 对方见状居然松开同伴的手 和他完成机长 原来演员是站在泰宇这边的 就在刚刚小强和社会哥打斗的时候 小军成乱赛给了演员一张字条 上面是泰宇用来拉拢他的留言 溥仪元在剩下的两次沉默中 肯定有一次是假的 演员的收益将会受损 而且最后一轮竞选中 普一元只要新组合中的三位就够了 演员将有四分之一的可能被抛弃 不如来到只剩下两个真承诺的泰宇这边 作为反败为胜的关键 这些都是大实话 演员最终被泰宇策反 还有一位被同量理由劝服的人 就是和小强一起关进小黑屋的社会哥了 最终投票结果公布 后选者小强一无比三的优势成为本轮国王 随后他立即走进国库中 准备按照承诺分钱给支持者们 这个男人打开国库大门时 发现存在里面的18亿金币居然不翼而飞 这下他彻底待住了 立马将消息告诉大家 众人十分疑惑 国库中的钱到底去哪里了 第一轮江哥胜利后 他的支持者一分钱都没得到 显然是个假承诺 那么钱应该都留在国库中才对 这时候泰宇想到一种可能 那就是江哥将所有钱秘密分给了某一个人 因为承诺中 他只是说将钱分给支持者们 并没有收拾均分 泰宇现在十分确定 江哥第一轮的承诺是真的 而且国库的钱就在某个人的私人金库中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这笔钱 否则小强会因为无法兑现承诺而惨造淘汰 泰宇一一查看了他这边每个人的金库 发现都是空的后 于是断定钱肯定就在另外一方的律师或者静雅身上了 只要找到拥有者 并用国王的权利把他淘汰掉 那么个人金库中的钱会再次回到国库中 不过对方两人肯定不会打开金库让泰宇查看 他只好再次耍个小手段 只见泰宇静止走到静雅面前 拿出一张字条给他看 钱如果在你手上 我将直接淘汰你 如果不在你手上 那么请在地上写出来 静雅见了不敢有任何迟疑 立马蹲下来写字 钱果然不在他那里 由于泰宇的友谊站位 站在一旁的律师角度看来 就像是静雅打开个人金库 让泰宇查看一样 于是律师彻底慌了 不过泰宇还不确定 静雅是不是在撒谎 于是在用同样的方法 最后一轮肯定是真承诺 不过江哥也不算一败涂地 至少静雅发现 第二轮国库中没有钱后 察觉到江哥的承诺 将国库中的钱 分给最先支持自己的三人 并不算将静雅排除在外 于是他又舔着脸 再次站到了江哥这边 接下来将是游戏的重头戏 主持人宣布 最后一轮国王竞选开始 这次获胜者将可以指定 任意两位选民 或者候选者淘汰出去 很快三位候选者开始拉票 这次蒲一元很让人意外 表示将放弃竞选资格 转而支持剩下的 两位候选者中的一位 其实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 他这是想要利用 一元助理的身份 成绩战队 最后大捞一笔奖金 这是政治家惯用的手段 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 将利益最大化 不过这种做法 也让一元助理心里 很不失自卫 小强的承诺还和上次一样 将国库里的钱评分给支持者们 江哥随后也做出承诺 如果他竞选成功 后面的一切都有支持 自己的选民说了算 在民意调查中 除了敬雅明确选择支持江哥 太宇多情和小郡支持小强 剩下的三人再次选择中立 太宇明白贪得无厌的他们 无非是想多得到一些游说费 不过这也给了江哥反击的机会 这次他亲自出面劝说 起初大家对他很排斥 不过挡不住江哥拼命 往太宇身上泼脏水 说刚刚第二轮竞选中 他只看了别人的金库 太宇自己的金库反而没打开过 很可能国库中的钱在他那里 众人一想 确实有这种可能 于是再次开始摇摆起来 一旁的太宇立马发现事情有变 就在他准备举手表示 要来自团体游说时 讲不到江哥率先出手了 这时候主持人提醒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投票将在江哥游说完立马开始 又是一番看似真情流露的演说下来 太宇完全陷入被动 他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于是举手打断了江哥的发言 表示他可以打开个人金库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江哥立马回绝 而是非常意外地提出一个赌局 如果太宇能获胜 就答应他的不合理请求 赌局非常简单 那就是猜硬币 由投掷者说出硬币是正面还是反面 另一方来判断投掷者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如果答对了则护得一分 答错了则对方护得一分 率先挤满7分的人赢得赌局 太宇被外界称为人类测谎营 对于这种游戏十分自信 于是立马答应下来 他能通过江哥面部的微表情 轻易判断出他说的是真是假 很快就赢得6分 可到第7局时 江哥就更换了个人似的 这次他居然成功骗过了太宇 接着后面的局势越来越诡异 江哥居然连连胜利 直到将比分追平 这时候太宇才确认 江哥之前所有的微表情 都是用来迷惑自己的手段而已 在关键的最后一局 太宇决定不再看他 而是选择依靠运气 可惜这回运气并没站在他这一边 太宇最终输掉赌局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事一惊 太宇整个人也当场呆住了 江哥更是戒体发挥 告诉众人 还是举办方 为了鼓励参赛选手 最终分给支持他的每个人留意 当然敬雅除外 这是作为他曾经被判过自己的惩罚 随后他开始指定淘汰者 江哥选择的第一位是候选者蒲医员 而第二位则是选民议员助理 随即他效仿多情 表示将拿出九议员作为补偿 在这场游戏中 议员助理对自己的老上司蒲医员很失望 表示他将用这笔钱 作为蒲医员的竞争者 参加明年的市场选举 随后主持人宣布 这一轮欺诈游戏圆满结束 这次泰宇可以说输得一败涂地 好在有多情和小强在旁不停安慰 这让对方心里好受许多 明白这次主要输在轻敌大意上面 想不到江哥居然是个能够操碰微表情的人 这种人在全球范围内也找不出来几个 他立马让美女同学找来江哥的资料 想不到对方是在美国长大成人的 泰宇随后又发现 江哥填写的住址是假的 因为美国根本没有这主题名 巧合的是 美国的一项著名心理实验 也和这地名相同 泰宇觉得两者之间肯定存在某种关联 于是打心底开始正式起江哥来 结合之前的剧情来看 这个江哥不但支离超群 作为欺诈游戏发起者的他 还暗藏着一个惊天大阴谋 貌似泰宇母亲的死狼 也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泰宇也已经开始暗中调查 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两位最强王者还会碰出怎样的火花 这个游戏很有意思 总计八名选手分成两组阵营 需要在24小时内 将存放在对立阵营中的五余元取回来 每次最多只能装一余元 中途需要经过对立阵营检测员的判定 这又通过判定了 才能将钱顺利带回 判定方法很简单 有检测员决定喊停还是通过 如果通过 则取钱方可以顺利将钱带回自己阵营 检测员喊停 则需要猜测对方取出的金额 如果猜出的金额和取出的实际金额一致或者更多 则取钱者运输失败 这笔钱归检验人所有 可如果箱子里没钱 或者检验人喊出来的金额 比取出的实际金额少 则取钱者运输成功 不断取出的钱归自己所有 另外还会获得检验人喊出金额的一半作为赔偿金 所以检测员并不是喊出的金额越大越好 攻守双方都有损失金额的风险 每组四人能留担当取钱者和检验员 总计进行三十轮 如果存在对方阵营中的钱没取完 那么剩下的钱都归对方阵营所有 最终总计进了更多的一方获胜 参赛选手每人一张银行卡 里面有五余元 游戏结束后 无论是赚了还是赔了 里面的钱都归参赛者所有 比赛开始前夕 双方选手在作战时商量对策 房间里有一扇玻璃落窗 两边都能看见对方的情况 现在已经是欺诈游戏第五轮 赢的一队将进入总决赛 善良的多情给大家打气 既然是团队赛 首先应该互相信任 谁知道小强立即破来冷水 喜欢背叛的静雅可不算队友 他之前是站在对手姜哥那边的 不知道为什么 姜哥在选择这一轮的游戏队友时 并没有选择静雅 而是选择了看似和多情关系不错的小军 所以小强有理由怀疑静雅就是内奸 静雅不由火猫三丈 和小强斗其嘴来 而另一边姜哥带领的演员和社会哥 正站在窗边不停地拍掌叫好 当静雅和小强好不容易停止争吵 多情兴奋地喊道 他想到一个必胜法 每次取钱数量都是零的话 即使对方通过 他们也不会亏钱 可如果对方喊停 还可以拿到赔偿金 小强听完后非常兴奋 极力赞同他的方案 第一轮游戏时间开始 多情自告奋勇选择首发 用了正式所谓的必胜法 只见他在取款机旁晃了晃 一分前没取 然后提着空箱子 装作很吃力的样子走进检测室 只是他这拙裂的演技 连自己的队友都无法指示 就别说作为演员的对手了 结果对方毫不犹豫地选择通过 这一回合下来 看似多情没亏钱 可是浪费了一次取钱的机会 静雅立马认识到弊端 如果每次都不取钱 最后四个人总计二十亿 可就自动归对方阵营所有了 他们只要一次取钱成功 就能获得比赛胜利了 小强丧气地问 那应该怎么做呢 静雅很自信 表示想到了应对办法 结果他也和多情一样 一分钱没取 而且还被对方猜中了 原来他也没有主意 之前只是嘴银而已 这回轮到小强上场 采取的策略一样 不过结局也相同 队员们有些慌了 连续三轮临远 这种非常贵做法 对方也能猜中 一旁的太鱼始终一言未发 像是在憋着什么大招 下一回合 双方角色即将互换 这回轮到江哥小队取钱 太鱼小队猜钱了 只有喊出的金额 比对方取出的钱多 才能将钱赢下 否则将要支付喊出金额的一半 作为赔偿金 太鱼小队第一个出场的小强 由于一会儿后选择通过 想不到对手小郡这么大胆 居然取出一元 队友静雅气得破口大马 这么轻易就让对方迎走一元 第二轮是静雅上场 而他的对手是智商起高的江哥 他一上来并没有着急开始游戏 而是和静雅闲聊起来 江哥十分肯定 静雅在他与团队中一直不被信任 地位相当尴尬 直到过去十分钟 他才开始游戏 静雅此时已经乱了心神 不假思索的选择通过 这次他也猜错了 让江哥成功赢得一元 这样一来 小强对静雅间谍的身份更加怀疑了 不停追问之前的十分钟里 他和江哥聊了什么 不过多情坚信 静雅不会再背叛了 劝小强少说两句 太鱼见小组成员有些沮丧 决定这轮由他上场 对方小队中的演员 为了赢得更多奖金 趁江哥在洗手间的功夫 自作主张选择上场 可他刚取完钱来到检测室 就见太鱼指了指地上的钞票 演员第一时间查看 自己箱子有没有关好 太鱼瞬间断定 箱子里肯定有钱 于是果断喊停 并收出金额一元 演员气急败坏地打开箱子 这会果然让太鱼猜中 赢了这一局 太鱼小队的气氛总算有所缓和 不过静雅想不通 太鱼为什么要喊一元 太鱼答道 这完全是运气 其实他早就想好要喊一元 这么做就是要让对方投赎机器 下次取钱时不敢为所欲为 相比这边的兴高采烈 输了一亿的演员可就麻烦了 姜哥对他这种不听号令 擅作主张的行为十分不满 为了防止大家再犯 姜哥强行收走了三名组员的银行卡 这是用来游戏时取钱 以及充值奖金的 对所有选手来说十分重要 换句话说 现在三人的生死大权 都掌握在姜哥手上了 这几轮下来 太鱼小队是败多胜少 静雅提议 每次行动前由大家共同抉择方案 最后太鱼拍板 小强担心万一泄露出去 那不就完了吗 多情在旁帮枪 大家都是队友 零相互信任才是 他语想了想 最终答应了静雅的提议 这回第一个上场的还是小强 大家商量决定让他取出一意来 可没想到对方的检测员居然是姜哥 两人简单聊了几句后 姜哥的眼睛似乎能看穿人心 果断喊平并说出一意 还真被他猜中了 这回轮到多情上场 静雅提议让他取出五千五百万 这样绝对出人意料 可没想到这一轮的检测员还是姜哥 而且有准确无误的猜中多情的取款金额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个男人难道会读心术 能够精准的猜出箱子里钞票的具体金额 即使箱子里没钱 他也能果断做出选择 这种逢猜必胜的架势 别说对手成员受不了 就连他自己小队的成员也有怨言 一直是姜哥上场 迎来的钱自然都会他一人所有了 其他人连口汤都喝不上 他与见队友的信心遭受严重打击 终于开始出手破局 告诉大家想到破解之法的 在接下来的取钱环节中 大家生命让上场的多情取五千万出来 临走时他与拿出一张字条 让他取钱式打开看 能够防止姜哥的读心术 多情对他的话自然是深信不疑 他取完钱来到检测室 坐下来后就一直低着头 不让姜哥看见他的眼睛 可对方自然还有别的手段 他与直接告诉多情 他父亲之所以负债累累 有家不敢回 都是他与一手造成的 多情听完后满脸的不可置信 可渐渐的他又逐渐恢复理智 直接把姜哥痛满一顿 想不到你为了赢比赛 居然卑鄙到使用挑过利剑的手段 姜哥没想到多情会这么想 错愕间按下停止键 并收出了五千万金额 谁知道这回多情居然取出一元 他终于赢了一把 接着他打开公共通话器 对着姜哥的几个小组成员喊道 这回多情是真的怒了 就连姜哥都看傻了 金牙很奇怪 不是说好了五千万的吗 怎么变成一一了 太宇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为什么背叛 不过他质问的对象不是静雅 而是一旁的小强 原来姜哥猜对取钱金额时 太宇就猜到自己小队出现叛徒 通过观察 他发现小强在床库边 通过手势给姜哥发送暗语 上一回合他通过字条 让多情在五千万的基础上多拿点 这是最后的试探 现在太宇唯一想不通的是 小强为什么要选择背叛 他可是真心维护多情的 此时的小强也终于崩溃 渐渐受出了实情 原来在他第一次和姜哥对战时 就被对方说服 姜哥承诺 如果他获胜了 会额外分给多情一大笔钱 让他替父亲还金债务 而且淘汰后 也不用继续在欺诈游戏里痛苦挣扎了 这其实也是小强心中完美的解决方案 结果二人一拍即合 多情明白小强的动机后 也生不起半分怪罪的意思 甚至还一个劲的感谢 静雅则是气得破口大骂 姜哥天性狡诈 肯定还有后手不会履行承诺的 一旁的泰鱼也赞同他的推测 直到现在小强才醒悟过来 懊恼之前的鬼迷心窍 决定要狠狠报复姜哥 虽然泰鱼小队暂时处于劣势 可现在所有人都信心满满 团结一心 再加上高智商妖灭泰鱼 一场漂亮的反击战即将展开 泰鱼想到一个必胜法 那就是将钱取出后藏起来 这些还在敌队阵营中的钱 想要运回几方阵营 需要经过对手检测室 可如果是敌队成员运钱 则完全不受限制 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买通 他们替泰鱼小队运钱 几人商定 由人员最好的多情出面担当睡客 这位遇到的对手是老鼠人小俊 这就更方便了 多情将泰鱼的战术说了出来 运成诺事成之后 大家可以平分奖金 小俊听完后立刻答应下来 其实姜哥小队成员已经人心浮动 上交银行卡后 他们的出场次数越来越少 所有的钱基本都让姜哥赢走了 最后能分多少都是他说了算 随后姜哥小队中的社会哥和演员 也顺利叛变 他们三人一起发来信号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可现在还有一个最大阻碍 就是足之多谋的姜哥 如果后面一直是他出场 三名背叛者也没机会帮忙运钱了 这时候泰鱼发话 他有办法搞定姜哥 新一轮游戏即将开始 他先是收走大家的银行卡 迅速跑到敌队阵营中 取出卡里所有钱 将他们都藏在通风管道后 这才平复呼吸走进检测室 刚刚这些操作只是热身而已 童年阴影被再次提起 姜哥终于不得 连忙开始游戏 结果毫无意外 他输掉了一亿元 不但如此 不要作战士 还发了考虑通过 他自知已经乱了心境 可能无法应得后面的比赛 于是决定协议先 暂时让小群三人上场 看来泰鱼的计划成功了 之前他说出的真相 并不是胡乱猜测 而是委托美女记者调查出来的结果 不过这些资料毕竟有限 后来他又委托黑格高手小群帮忙 让他入侵姜哥的电脑 看能不能得到其他有用信息 结果小群不负所托 在第五轮游戏开始前 偷偷塞给了泰鱼一个优盘 不过他还没来得起看 就得匆匆开始比赛了 为了表示成立稳定人心 多情还拿出泰鱼小队的三张银行卡 送给对方的叛变队员 这样他们合作起来就更卖力了 几个人轮流上阵 很快开始搬钱工作 几十亿寒员的现金到底有多少 这几个成年男子 轮流运了好几趟 这六张卡里的钱都已经取出 而且游戏即将结束 姜哥就算知道也无略回天了 只见姜哥自信的笑了笑 虽然他自己无法将钱再运回去 但可以参考泰鱼的办法 只要买通对方阵营中的一个人 帮忙运钱就行 而泰鱼小队中的静雅 就是最适合人选 姜哥明确告诉静雅 他已经识破泰鱼的计谋 连银行卡都收上来了 现在他只能和自己合作 这样还可以多分好几倍的奖金 否则一分钱都拿不到 这是无法诱惑的条件 游戏结束后 姜哥在摄像头前 故意表现出懊恼的模样 想要借机麻痹太羽几人 可悉心的太羽很快发现不对劲 他先是看到社会哥三人 并没有表现出即将胜利的喜悦 再仔细看屏幕里的姜哥 对方居然低着头 落出阴谋得逞的奸笑 回到作战时的姜哥 自觉们操胜券 已经用不上社会哥几人 居然当着他们的面 把所有银行卡都进行销子处理 这就意味着社会哥几人 在这场游戏中 一分钱都收不到 看着三人痛苦的模样 姜哥开心的笑了 随后他又喊来工作人员 询问这三张卡坏了 能不能更换一下 想不到工作人员立马照做 原来姜哥只是单纯的捉弄而已 这下三人对姜哥更加不满了 很快最后一轮游戏开始 静雅如愿以长的再次上场后 直接取出了所有现金 姜哥按照协议 分给他两张银行卡作为报酬 他俩自知本操胜券 还特意在镜头面前来了个合影 他与小队这边见了 都气得说不出话来 可万万没想到 洋洋得意的姜哥正准备回去时 发现所有的现金居然还在他与阵营 静雅根本没有按照姜哥的要求 把钱运到他这边 这下姜哥彻底傻眼了 想不通静雅为什么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 其实静雅自己也很意外 之前他和姜哥达成协议后 他与第一时间就猜到 静雅想要叛变的意图 小强气得想要动手打人 就在这时 不过词无效的卡 这么做就是为了防备 银行卡被姜哥抢走 在这局中 姜哥算是输得一败涂地 不过他也不是轻易服输的人 直接放话太宇 他还有后手 你等着接招吧 太宇来不及考虑姜哥 还有什么阴谋 比赛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查看小俊在赛前给他的资料 里面的内容很多 但是每件事都是超级猛料 之前多情的爸爸 画掉所有积蓄 购买了海天公司的股票 结果因为公司倒闭 亏得血本无归 从此开启了跑路躲债的生涯 而太宇的妈妈恰好也是 被海天公司骗到跳楼自己 太宇为了报酬利用金融手段 整垮了这家公司 可这背后的一切 都有一家海外公司操控的痕迹 而这海外公司的幕后股东就是姜哥 另外这份资料里 还有姜哥的详细信息 之前他公开的身份信息都是伪造的 实际上他八岁的时候 就被领养去了美国 而在八岁前 姜哥生活的地方 居然是太宇母亲的孤儿院 此时的太宇震惊无比 接着他又在电视台公布了一段录像 里面的内容居然是多情父亲 接受采访的录音 他讲述了自己因为购买海天公司股票 导致破产的整个过程 接着电视台又公开 导致海天公司破产的罪魁祸首正是太宇 看完这则新闻后 多情眼泪不停往下流 正准备过来告诉他真相的太宇 看到这一幕 知道现在再怎么解释都完了 气愤的质问姜哥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谁知姜哥反问他 你现在还没想起小时候那段 被抹去的记忆吗 太宇则是满脸惊讶 他却是想不起来 小时候和姜哥相处的一切 这时候多情跑了出来 询问太宇电视里说的都是真的吗 太宇沉默两久 最后点头承认 多情听完后伤心不已 流着泪默默走开 此时多情父亲也从电视里看到新闻 想要打给多情解释一番 可谁知道电话还没拨通 他就被一双黑手制止 多情之后也找过电视台 询问父亲的踪迹 可导演答复他 多情父亲再次消失不见 他们也找不到人了 好在多情是个十大体的人 而且他天生善良 伤心难过一阵后 并没有真正怨恨太语 接下来的比赛还得继续 只是两人之间的隔阂 已经无法消除 按照比赛方规定 上一轮输掉比赛的姜哥小组 四人将被淘汰 接下来的复活赛 可以让四人中 唯一的胜利者进入总决赛 小军因为电梯事故缺席 这次只有社会哥 演员和姜哥三人参加 游戏的规则很简单 每名选手获得四张牌 通过下周跟注以及弃牌的方式 迎走对手所有筹码的人 将获得比赛胜利 其中四条的牌面最大 后面更小的一次是三条和一对 里面还有一张王牌 可以当任何牌使用 想不到社会哥最先发现漏洞 在发白关洗牌时 他能看清王牌所在的位置 利用这点 他把把下注都很准确 游戏一开始就大杀三方 最后姜哥输得只剩下一一筹码 而演员更是输光了直接出局 直到这时 之前一直隐忍不发的姜哥终于出手 他先是给在场观战的太宇发了一条短信 内容居然是多情父亲被绑架的照片 并附上位置信息 太宇知道这是姜哥支开自己的手段 可他不得不去救人 姜哥确认太宇一开后 他又要求发牌员改变洗牌方式 由原来的顺序洗牌更改为交错式洗牌 接下来的形式发生逆转 虽然社会哥还能拿到王牌 可组成的牌面仍然比不过姜哥 因为他每把拿到的都是四条 结果没有任何意外 姜哥成了胜利者胜利进入总决赛 其他人有些不服 为什么姜哥把把都能拿到四条 姜哥笑了笑 原来他通过观察之前的比赛 早就摸清所有牌的牌类规律 社会哥只记得王牌的位置 但是姜哥却知道所有牌的位置 两方一对比 自然高下立判 另一边准备解救多情父亲的太宇 并没有独自前往 而是腰上和他相熟的警察一起 两人按照短信提示 来到一处废机大厦 多情父亲的影子还没看到 其中的警察就被人敲了梦棍 喊老呗 太宇没有去追寻袭击者 而是捡起警察的手枪继续探索 随后他发现一个绑在椅子上的假人 上面还摆着一幅画 太宇看着这熟悉的画面 再看了探地上的井盖 一段小时候的记忆浮出脑海 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排成三角形 正站在井边玩着游戏 太宇想要和一分锅 和脑袋开始剧烈疼痛起来 如无意外 两个小男孩分别是姜哥和太宇 可小女孩又是谁呢 太宇知道这一切都是姜哥的精心设计 想要破局 就得尽快结束即将开始的总决赛才行 而最终BOSS姜哥 到底为什么要把多情和太宇拉近欺诈游戏 他又想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原来他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满足心里的阴暗 小时候应该还发生过别的事情 这是世界上最精浅的俄罗斯轮盘游戏 总共五名参赛者 按照站位顺序 在装弹射击和闪避中选择一种操作 因为枪里有五个子弹位 游戏总决赛胜利 赢得一百亿韩元奖金 这种游戏对于大反派姜哥来说 无疑是非常被动的 因为另外四名对手 太宇多情小强和静雅都是盟友 不过看他自信的模样 显然已经想好对策 很快比赛开始 起初大家枪里只有一个子弹 一号位的姜哥很自然的选择装弹 可二号位的小强不这样想 虽然打中的概率只有五分之一 可加上其他盟友胜算会大很多 可惜这次他是空了 接下来的多情也和他一样 这时候太宇出声制止 应该先装弹后在其中对付姜哥 他和静雅都选择装弹 可是姜哥一点都不慌 第二回合继续填弹 其他选手也纷纷装弹 现在静雅和太宇已经有三颗子弹 百分之六十的概率能射中 可太宇想到 站在一号位的姜哥是最先射击的 绝对不能让他填满子弹 于是让大家下一回合开始射击 逼他放弃填弹选择闪避 想不到姜哥以高人胆大 还是选择装弹 小强肯定太宇的话 立刻开始射击 可惜又射空了 接着多情开枪 这回终于成功 打掉姜哥一笔血 同时也试探出他没选择闪避 接下来静雅也开枪射击 虽然重了 可惜没有触发连击 也只打掉姜哥一笔血 太宇想要追求一击必杀 没有继续射击 而是选择填弹 再次轮到小强时 他选择继续射击 想不到姜哥这回选择的是闪避 根据规则 姜哥不大没少血 还将伤害转移给小强 让他去掉一点血 接下来几人也不能继续攻击他了 只好选择装弹 这回太宇终于装起武力子弹 只要试探出姜哥没有选择闪避 就能做到一击必杀 处于绝对劣势的姜哥 肯定不会足以待毙 终于使出杀招 只见他忽然开口说话 小强立刻意识到多情的父亲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之前太宇出去了一趟没有找到 现在听姜哥的意思 他必须得立即出去救人才行 已经丢掉一滴血的他 没有听太宇的命令 选择闪避自保 而是开枪射击 可惜没有射中 接着多情也是空弹 想不到静雅连射两枪 可姜哥这回还是选择闪避 这次伤害又转移给了小强 结果不用多说 在下一回合中 姜哥选择开枪 轻易将小强淘汰出去 接下来进入游戏第二轮 所有选手装弹数量重置 而姜哥淘汰了小强 由于姜哥枪里只有三颗子弹 想要淘汰剩下三滴血的静雅 概率低于50% 太宇推测他还会选择装弹或者闪避 于是命令静雅选择装弹 可谁也没想到 一向理智的姜哥 这一回合居然选择射击 实力不行那就运气来凑 两把手枪总共才六颗子弹 想不到姜哥也是运气爆表 直接将静雅淘汰 转眼间只剩下三名选手 主持人要求中场休息 并将比赛场地换到废弃仓库 作为100亿奖金的决胜局 比赛规则也做出些许改变 这次选手将不能选择躲避 不过每人的血量增加到15滴 这是世界上最刺激的俄罗斯罗盘游戏 三名选手选择装弹或者射击 15滴血量被射空后则淘汰出去 比赛一开始 站在第一位的太宇就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居然将枪口对着了自己的搭档多情 虽然射空了 可第二回合他还是选择多情 一旁的大板派姜哥则在放声大笑 原来又是他在搞鬼 中场休息时 姜哥再次用多情爸爸的安慰威胁太宇 让他先淘汰掉多情 太宇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选择赵作 不过他并不想真的淘汰多情 所以只有一个子弹的时候就开始射击 想要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让淘汰出去的小强 尽快救出多情附近 他已经猜到藏人的地点 就在姜哥小时候待过的孤儿院 第三回合是 太宇唯一的子弹射中多情 这下多情彻底爆发 认为太宇和姜哥联手了 于是在第四回合 装满子弹的多情 将枪口对准太宇 姜哥则是射向多情 一轮护射下来 太宇和多情都掉了五点血 就在这时 直播室的外面 忽然出现一对警察 收道具中会有一个真的子弹 原来此前和太宇一起寻找 多情爸爸的警察朋友 回来后发现自己的枪里 少了一个子弹 又恰好看到欺诈游戏用的枪 姜哥将一颗子弹 偷偷放在了多情的比赛台上 原来偷子弹的并不是太宇 而是姜哥安排人 将警察打云后偷偷拿走的 现在姜哥还是满血 自觉稳操胜券的他满脸洗色 和上一轮一样 太宇迫于姜哥的胁迫 只能不停射击多情 而多情和姜哥 很快又填满了五颗子弹 这回姜哥没在射击多情 而是选择了太宇 心想再加上多情的射击 太宇就会被淘汰了 于是向二人说起小时候的经历 原来姜哥和太宇 小时候都在太宇母亲开的孤儿院里待过 这对最好的朋友 经常玩一种相互信任的游戏 彼此对立站在井边 如果有一方先松手 那么对方就会掉进井里 年幼的女孩见了表示想要加入 可游戏还没开始 院长妈妈叫住其中一位男孩 说美国有对富豪夫妇要领养他 男孩明白 说是领养 其实是院长妈妈要把他给卖了 因为孤儿院没有收入来源 现在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院长妈妈好不容易拉到一笔捐款 年幼的姜哥无意中听到对方提出的条件 那就是必须把孤儿院里最聪明的太宇 姜哥以及最漂亮的多情临走 可太宇是院长的亲儿子 多情的父亲也还在 只是因为母亲生病 暂时将他寄养在这里 所以最终只有姜哥一个人被领去美国 后来被迫参加了一项残绝缘寰的实验 三个小伙伴约好一起玩的信任游戏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经历整个悲惨童年的姜哥 回国后坐的第一件事就是包袱 他先是操纵海添公司害死太宇母亲 接着在设计七下游戏 让太宇来品尝被人算计的感觉 可太宇却怒吼道 事实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多情也分不清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断时陷入两难的抉择 姜哥不给太宇继辩解的机会 主动站出选手台 想要来一次近距离对决 就在这时太宇看到直播台上 静雅忽然冲了上去 大喊着小强的名字 并笑起了大拇指 他立刻明白过来 小强成功救出了多情父亲 可太宇正在比赛 无法接受信息 小强只好将成功的消息 告诉正在现场观看比赛的静雅 于是静雅安排演员和社会歌制造混乱 他趁机冲进直播台 给太宇传递信息 这下太宇没了顾虑 立刻告诉多情 他父亲被姜哥绑架的真相 姜哥自知已经无力回天 立刻将子弹射向太宇 而太宇也选择了反击 虽然他被淘汰出局 可姜哥也只剩下五滴血 多情只要将枪里的子弹射向他 就能赢得比赛胜利 与此同时 导演在翻看之前的录像时 无意中发现 姜哥把真子弹放进多情比赛台的画面 想要阻止准备开枪的多情已经来不及 这时候太宇看到姜哥满脸是燃 一副解脱的表情时 瞬间猜到了什么 连忙跑过去将姜哥一把回太宇 多情也没想到 自己的枪中居然会射出一颗真子弹 吓得瘫倒在地 好在太宇只是手臂重弹 姜哥也一点事都没有 和姜哥见了一面 从他被射中前的表情中 太宇已经猜出姜哥的求死之心 告诉他自己的母亲 后来并没有接受美国富豪的交易 他宁愿关闭官二任 也没有将姜哥卖掉 只是不知道姜哥 后来为什么会加入恐怖实验的 姜哥现在已经想开 他原本打算让多情誓死太宇的 可没想到多情最后有改变主意 要朝自己开枪 他那时候就产生了一了百了的想法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就算姜哥能活下来 背后的组织也不会放过他 还会开始另一项欺诈游戏 太宇并没有将这些放在心上 而是回归到正常生活 他和多情经历了这么多 终于牵手成功 而多情得到的一百亿奖金 最后还是遵守沉默 评分给起初参加游戏的二十人 每人五一元 虽然不是很多 大家还得回到各自岗位上安心工作 可每个人的心态已经发生改变 有了一段崭新的人生 多情的父亲也回来了 并找到新的工作 可随后一则敬挂的心门 再次打破所有人的平静 姜哥在押运过程中 因为翻车而意外失踪 同时太宇几人 再次收到欺诈游戏的邀请短信 姜哥被一个幕后组织救走后 公开了一段视频 收到短信的人 将被邀请到真实的欺诈游戏中 这次不再是综艺节目了 在某处高楼的天台上 带着白色面具的西装男 站在惊慌失措的人群面前 大声宣布欺诈游戏正式开始 就在大家还没弄明白 该怎么游戏时 满脸自信的太宇走了出来